讲修行 落实于生活 讲佛法 应用于人生 欢迎来到禅心学院 聆听大观师父教会 开启智慧人生 畅谈六祖谈经 一九三 思维人生 整理者 心灯 读诵者 心音 烦恼沉老 常不能染 即是见性 如果你不再烦恼 不被六晨的境界所染 不让自己劳心劳力 平常之时 内外都不能污染你 你的妄想执着就去除了 这样 你即是见性之人 有正见之人 即能离两边 离开分别 对待 生灭的两边 显中道 正见 即觉性 能时时刻刻保持正见的人 即见性之人 但是 正见 不是你听一听就有的 而是你要时时刻刻去体悟 比如 在你的认知中 人生只有顺境和逆境 在顺境中 你容易起贪恋 在逆境中 你容易起称心 两者皆是陷阱 你会问 人生到底是什么境呢 人生 就只有心境 是你的心 去看这个世间 外面的东西是一个境 是什么境 完全没有定义 就像一个故事讲到的 一个阿婆有两个孩子 一个卖雨鞋 一个卖散 晴天 这个人苦 雨天 那个人苦 苦 根本没有定义 完全有你决定 既然如此 你就要知道 这是你思维中的陷阱 你就不要把它变成你的肢键 因为 这是邪见 正见 就是能够清楚看到真相 而非以个人的偏见 好恶 断定一件事情 若能如此 你的人生 还能有什么问题呢 你过去不明白就算了 如果你现在明白 美和丑 与你无碍 长得丑 你也不会自卑 贫跟富 并没有什么不一样 有钱没有钱 你一天 都要生活24个小时 可能你认为 如果有钱 你就不用上班 但是你不可以讲 上班命就不好 不上班 命就好 因为有的人 不上班很无聊 也不是说富贵的人不好 富贵 你就当安于富贵 贫贱 安于品贱 丑 安于丑 美 安于美 一条腿 安于一条腿 两条腿 安于两条腿 是一条腿快乐 还是两条腿快乐呢 懂的人就快乐 与腿无关 你不要在现象转打转 懂了就懂 不懂的 怎么讲也没有用 你充满了埋怨 委屈 那都是事项 现象界的东西 永远讲不完 能按照这样的证件 去观察 落实在生活 你的生活 真的不一样 你会觉得 以前的担心 挂爱 都是多余的 很多人劝别人 能够讲一套道理 但对自己 居然一点用也没有 你应当开始 看你的问题 你人生的成长当中 一定有很多的不如意 你一一去检测 观察 化解 只要按照 不取不舍的概念 你所有的问题 都能迎刃而解 左边 右边 任何一边 顺境 逆境 任何一境 都是随缘自在 人生的胜负关键 不在于到最后 谁比较有钱 不在于谁学历比较高 不在于有过多少恋人 你快乐 才是重点 其他 皆是现象界的比较 现象界的东西 只要随缘就好 你若不明白这种概念 就永远跳不出来 不仅这一辈子 跳不出来 你还要轮回 甚至死后 还要变成孤魂野鬼 跟人家索命 请你有空时静静坐着 思维你这一辈子成长的背景 将其彻底思维一变 起坐之后 你的人生至少能改变50% 但是 你并没有一路去思维 自己整个人生成长的背景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你只是不断累积痛苦 不断埋怨 让你的生命质量更低落 你只会不断追逐 让自己变得更加的盲目 你永远不知道你自己 你也不知道 你自己要什么 文后思维 你愿意回顾你的一生 静静思维你的问题所在吗 心平和劳持戒 行职和永修禅 感恩六祖会能大事开示 感恩达观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